大家好我是耶卜 欢迎观看蜘蛛娘系列第六期 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报告日更 看着我这么勤奋的分赞 要个三连不过分吧 在蜘蛛娘把超学帮到男主家里后 男主面临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问题 那就是蜘蛛娘无时无刻都想和男主粘在一起 就连洗澡也是 男主的争吵在之前出大危机 虽然之前确实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他 但才相处没多久就一起洗澡什么的 从各种方面来说都太糟糕了 蜘蛛娘露出了十分不满的表情 男主内疚的说道 我现在可是个发育健康的 随时都会暴走的少年哦 但是我舒服对我的教导 我一直记在心中 平时再怎么请你也要把握分寸吧 再说了你打算穿着制服进来吗 家里可没有可以给你换的衣服哦 蜘蛛娘用她那聪明的小脑袋瓜 思考着男主的话 你拿到打算穿着制服进来吗 反过来理解就是 不穿制服就可以进来 于是蜘蛛娘操控了男主的身体 推开门走了进来 脱下一步来到男主面前 然而蜘蛛娘又遇到了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那就是不会脱内衣 于是她干脆直接手臂划成爪子 暴力拆除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上一话就提到过的 女主或许是在被吃掉前 夺取了蜘蛛的意识 这么看来似乎也不全对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夺取意识的话 也不至于衣服都不会脱 在当初身体控制被解除后 她后话不说抱起蜘蛛娘就直接丢浴缸里 似乎是第一次泡蜘蛛娘 带梦的四处张望 不一会儿全身都放松了下来 看着这么可爱的蜘蛛娘 男主生怕自己把持不住 于是决定趁她泡澡安分下来的时候 自己快速洗完 然后离开 不过话说回来 蜘蛛娘再来到男主家的一个多月里 都没有洗过澡 那看上去却十分干净 是因为任何怪物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吗 想着想着男主不自觉的投描过去 结果发现 锅里 哎不是 浴缸里那么大一只蜘蛛不见了 下一秒蜘蛛娘就出现在男主身后 抱住她 并且再次操控了她的身体 正当我以为剧情要以 各位观众老爷的朋友们 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结果禁止 蜘蛛娘只是当纯的想和男主一起泡澡 看到这里 知道的人以为男主是在烦恼的土泡泡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男主在喝蜘蛛汤呢 这样看上去蜘蛛娘就完全像是个普通女孩一样 正当男主这么想的时候 蜘蛛娘又开始行动了 直接揉住男主吻了起来 在那一瞬间男主产生了邪恋 但下意识的还是推开了蜘蛛娘 该说是鬼迷心窍吗 还是说一直被压抑的情绪 男主第一次主动的伸出手 将蜘蛛娘搂在怀中 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男主把蜘蛛娘搂在怀里的时候 一出的蜘蛛汤 把整瓶洗发水冲到地上 男主当时的想法是 要是那时候洗发水没掉在地上发出声音 要是那时候没回过神来的话 我是不是就会 过去的事情 男主也不再多想 他让蜘蛛娘乖乖待在家里 自己却给他买衣服回来 而蜘蛛娘直接用蛛丝 当场制了套衣服 不得不说 这技能是真的方便 要是以后他们幸福在一起的话 那岂不是天天 穿好衣服的蜘蛛娘 下意识的扑到男主怀里 结果防备男主直接推倒 男的一次的主动推倒 居然只是为了给蜘蛛娘吹头发 而蜘蛛娘似乎讨厌吹风机 一蹦一跳的逃开了 看着这么可爱的蜘蛛娘 男主面带微笑的说道 真是搞不懂你这个家伙啊 要是你讨厌这个的话 那之后就不能一起洗澡咯 毕竟头发不吹干的话会感冒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 蜘蛛娘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再次扑向男主 触碰到鼻子的瞬间 男主对眼前的蜘蛛娘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喜欢 不 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才对 隔天男主回到了大学 看着一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大家似乎都在害怕着什么 表情看起来十分生硬 关于凶杀案 在叔父和警察解释了男主的情况后 警察便把他所有的信息都隐藏了起来 所以即便发生了那么大的案件 男主还是没有被记者藏上 但学校的部分同学知道 男主是杀人凶手的男朋友 情报有时候会因为人的行动 而悄无声息地传播 舒服的话在男主的脑海中浮现 此时一个少年笔直地走向男主 少年用着令人战略的盛世眉言 他来到男主面前轻蔑地看着男主说道 宅总指示我 长这么大第一次被男孩子吼的男主羞红了脸颊 少年没多说一句 烫了一口气后离开 开玩笑的少年的怨态之事 怎么可能是你 以及临走前说了一句 以后再见 虽然看起来外表是人类 但是在男主指示他的时候就感觉到啦 这个白发的少年和蜘蛛娘有着非常相似的气息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感谢各位的观看 这里提一句 我并不是以漫画的正常顺序在讲这本漫画 所以有时候会有些看过的人会觉得 诶 UP主 你是不是漏讲了几话之类的 其实并不是哦 我只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 在讲这本漫画而已 那么对后续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波UP主 最后还是希望各位看过的小伙伴不要剧透 希望这期视频的小伙伴不妨点个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